注意看,这个男人白天是个盲人医师,到了晚上却能恢复光明 别人都不知道他这个秘密,以至于做什么事都不背着他 就连谋杀世子都当着他的面 男人亲眼目睹,却只能强装镇定 因为他知道,一旦暴露秘密,恐将招惹杀身之祸 男人名叫狗幻,是皇宫里的一位盲人针灸师 他医术高超,在面试进攻时,面对考官考题 仅靠听,便能大体判断出患者病情 随后,掏出银针在某学位,扎上那么两针 病患原本失去知觉的脚,居然奇迹般的好了 狗幻就此被选中,进了皇宫成为医师 由于狗幻白天看不见,所以他只能静虑的去听 通过声音去辨别,周围同事碾的什么草药 有什么作用白天的时候,同事会带着狗幻熟悉皇宫地形 带着他走一走,等到了晚上,狗幻再恢复视觉以后 他还会自己再重走一遍,加深记忆 然后回到药房,记下药柜药材的摆放位置 并拿笔记录下来,时间一天天过去 狗幻已经基本熟悉皇宫情况 但他晚上能看见东西的这个秘密至今无人知晓 这天,大家捉弄狗幻 让他晚上值班,将面前的草药森门别类地放好 狗幻轻蔑一笑,跟着忙回一晚上把草药弄好 等到第二天大家来看时,草药摆放得整整齐齐 从这一刻起,大家不再小看狗幻 这天,一位娘娘突发疾病,照太医入宫 因为此病涉及到隐私部位,所以特意让狗幻前往 来到娘娘寝宫 娘娘让下人关闭门窗,熄灭蜡烛以后,才缓缓退去衣物 但娘娘并不知道,此刻狗幻看得一清二楚 这一夜,狗幻大饱眼福,却也心惊胆战 从娘娘寝宫出来,她在外面不停地喘着粗气 突然狗幻听到身后传来动静,随即趴头望去 是小柿子在整理衣服,结果不小心将衣服上的扣子甩掉 不偏不倚,正好落在狗幻脚跟 刚好这个时候寻找小柿子的宫女出现 小柿子急忙躲了起来 狗幻则顺势用脚踩住扣子,这一幕被小柿子精准捕捉到 他虽有疑惑,却也没有说什么 等宫女走后来到狗幻身边,捡起扣子离开 第二天,清朝使者来到这里 那个年代清朝有着绝对的实力 使者带着一件龙袍抵达皇宫 韩国王上立马带着文物百官开始跪拜 随后,使者开始宣读圣旨 由于众人听不懂,使者便让在清朝待过的世子上前充当翻译 世子听出使者所言,是在羞辱王上 故而庄媒听见,使者勃然大怒 撂下狠话后,转身离开 如今韩国在王上的管理下 百姓怨声载道,废凡迎天 大臣们逐渐有了策反之心 其中,以崔大臣为代表的帮派 正在暗中的蠢蠢欲动 而世子似乎也有策反之心 之前狗幻遇到的小世子正是世子的儿子 崔大臣看出世子的心 于是跑去对方请公 明临案例挑拨世子 后者没有做正面答复 谈话期间,世子不停地咳嗽 看起来像是患有重疾 随大臣离开,世子带人来到太宫 找太医老白为他医治 老白则顺手带上狗幻 充当自己的助力 狗幻别无选择只能答应 晚上狗幻来到世子府 为他进行针灸 听着世子的咳嗽声 狗幻感觉对方病得很重 出于医者人心 他狗胆向世子说出其真实病情 狗幻的坦诚 让世子对他颇有好感 咨询有无根治办法 狗幻实话实说 有,但不一定能成功 世子相信狗幻医术 让他大胆干 就在这时 窗户被人打开 一阵风吹过 屋里蜡烛熄灭 周围陷入一片黑暗 狗幻趁着自己能看见 赶忙将世子后背上的银针拔下 但就在去拿盒子时 却意外露出了端倪 之前世子跟狗幻对话 将放在身边的盒子 拿到旁边的桌上 这下狗幻伸手去拿的动作 将他不是盲人的事情暴露了 连忙跪地求饶 并将情况告知 世子听后并没有怪罪于他 而是让其离开了 从这里不难看出 世子宅心人后 回到药房 狗幻懊恼不已 却感激世子不杀之恩 为了这份恩情 狗幻发挥毕生所学 将世子的咳嗽病基本治好 世子送给他一个 随身携带的放大镜感谢 让其在写药方时 能够看得更清楚 狗幻对世子感激不尽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这天晚上 世子突然病重 狗幻急匆匆前往 此刻老白已经在救治 狗幻上前帮忙清洗毛巾 可是洗着洗着 狗幻感觉都不对劲 毛巾上居然出现了血腥味 刚好这个时候 世子寝宫的蜡烛烧尽 现场陷入黑暗之中 狗幻这一抬头 惊恐地看到 世子身上插满毒针 浑身抽搐 老白这哪是在救人 分别是杀人 狗幻突然变换的表情 让老白察觉到异样 为了试探他 老白拿起毒针 扎向狗幻的眼珠 好在狗幻心理素质过硬 没有眨眼 这才侥幸 蒙混过关 老白起身更换蜡烛 随着蜡烛点燃 狗幻眼前再度陷入黑暗 随后 老白谎称世子康复 带着狗幻离开寝宫 狗幻跟老白一分开 立马折返回去救人 只可惜 世子已经停止了呼吸 狗幻没能救回世子 感觉到自责 可在这种情况下 他也没有办法 怎料在临走时 意外看到世子头顶上 插着一根被遗落的毒针 银针少一根的老白 急匆匆赶回来寻找 逼得狗幻只能翻窗离开 在此期间 因为太过紧张 不小心被窗边柜子刮伤大腿 老白发现有人逃走 立即追了上去 却在途中被世子守卫拦下 见此情况 老白贼喊捉贼 告诉守卫 世子被刚才逃出来的人害死了 他们在窗边发现了血迹 王上得知消息以后 下令全皇宫排查有伤之人 寻找杀害世子的凶手 此刻 狗幻带着毒针来到药房 写下老白杀人的经过 然后找到世子妃 将真相告知 起初世子妃并不相信 直到狗幻拿出世子 给他的放大镜 世子妃才信任狗幻 毕竟世子能把自己随身物品 送给狗幻 这足以说明狗幻值得信赖 世子妃让狗幻先躲起来 自己则带着证据找到王上 说明实情 从世子妃这里出来 狗幻躲藏起来 可惜还是被守卫抓住 狗幻连王装下 本下蒙混过关 守卫却觉得不对劲 上前查验狗幻身上是否有伤 关键时刻老白突然出现 声称王上身体有恙 拽着狗幻去看病 后者就此逃过一劫 经过狗幻的医治 王上病情好转 刚好这个时候 世子妃来找王上 拿出手中证据 揭露世子的死亡真相 王上听完并不相信 世子妃表示自己有目击者 王上一听话风突变 一个劲地追问目击者是谁 从他不关心杀害世子的凶手 只关心目击者的那一刻 名义人都能明白怎么回事 世子被杀是王上安排的 狗幻听出其中意思 连王出声打断世子妃 接下来的话 声称自己可以帮老白作证 他不是凶手 世子妃听完一脸的吃惊 同时也后知后觉王上有问题 此时王上将一瓶毒药 倒进饭菜里 让世子妃的侍女喝下 等他毒发身亡以后 谎称世子妃要谋害自己 跟着便让冲进来的守卫 将世子妃带走 关押了起来 命令老白就算将皇宫 绝地三尺 也要把这个目击者找出来 另一边小狮子得知母亲被抓 前来看望他 眼下整个皇宫 只有狗幻一人值得信赖 世子妃让儿子去找他求助 此刻狗幻跑回药房 发现医生都被带走 老白则回到房间 准备销毁证据 结果还没等动手 一位太医闯了进来 老白赶忙将证据藏于床底 跟着太医出门接受调查 狗幻这边碰上小狮子 对方在得知情况以后 非要去找王上问个明白 狗幻急忙将其拦下 说明其中厉害 让小狮子去找崔大臣 不要轻举妄动 避免殃及到自己 眼下他的父母均已落难 小狮子可不能再出事了 就在这时狗幻想起之前 王后曾给过老白一个秘密包裹 里面可能放着证据 于是狗幻偷偷潜入老白房间 经过一番寻找 在床底找到哪个包裹 里面放着一封 网上写的亲笔信 让老白杀人 狗幻随即带着这封信 找到崔大臣说明情况 后者看完 表示这并不是王上的笔迹 原来 王上为了谨慎在写信时 特意用的左手 而王上左手写字这件事 刚好小狮子知道 他一眼认出 那就是王上笔迹 然而光凭嘴说不行 要拿出证据才行 这个证据便是 王上左手书写的笔迹 并盖上章 为了拿到这个证据 狗幻铤而走险 他以治病为由 来到王上身边 先是掏出银针 让王上右手麻痹 跟着用力一推 顺势挟持住王上 逼他用左手写字盖章 一切顺利 在拿到证据以后 狗幻准备去找崔大臣 途中被一名守卫发现 狗幻顺势与其扭打在一起 两人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厮杀 最终狗幻凭借着主角光环 赢下胜利 他换上对方衣服 成功混出皇宫 把证据交到崔大臣手上 后者立马开始召集文物百官 准备逼王上退位 崔大臣让狗幻就此离开 但他转念一下 小狮子还在水深火热之中 于是毅然决然地折返回去 狗幻顾不上其他 立马上前救人 跟老白撕打在一起 老白身强力壮 将狗幻死死地压在身下 关键时刻 狗幻摸到一旁的毒针 不由分说 直接插进老白眼眶 送他归了心 随后 狗幻拔下小狮子身上的毒针 背着对方向宫外跑去 但还没等到门口 太阳升起 狗幻成了盲人 误打误撞之下 闯进宫殿 遇到了王上 王上让狗幻交代出幕后主使 就在两人对峙之际 要求王上退位 见此情况 王上连忙跪地求饶 声称只要崔大臣放自己一马 他说什么 自己做什么 崔大臣一听 是不是谁继承王位 他也说了算 见王上点头答应 崔大臣邪媚一笑 走出宫殿 告诉外面的大臣们 都是一场误会 狗幻听完意识到什么 他爬出宫殿大门 对着外面的人 说出世子死亡真相 可他人为言情 无法改变结局 王上却就此颠垮 拔出佩剑 想要斩杀狗幻 不小心脚下一滑 磕破额头鲜血之力 出了大阳下 这时 崔大臣派人拦住王上 带走了狗幻 最终狗幻被判处死刑 此时进行斩首 当天晚上行刑时 动手的卫兵可怜狗幻遭遇 出于好心将其偷摸释放 狗幻返回家乡 坐起了一位乡野郎中 凭借精湛的医术 被百姓们奉为神医 王上自从被崔大臣掌控以后 身体开始越来越差 直到最后爬不起来 王上让手下寻找神医治病 刚好找到了狗幻 狗幻得知消息 带着独真来到皇宫 用老白杀死狮子的方式 送王上见了阎王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片名《夜宵》 一部上映于2022年的历史古装剧 本片由知名演员 柳俊烈、刘海珍出演 已经上映 便获得无数好评 不管是剧情剪辑 还是演技完成度 都称得上一部佳作 尤其是剧情不拖拉 看的人全程憋尿 不敢上厕所 生怕自己遗漏了什么 只可惜我拿到的是积翻字幕 有些地方翻译不到位 没法详细来写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让我们下期再见